上一集帶大家朝聖遙南山國家公園 入山洞看棕雨石 以及入住澳式度假酒店 近距離見到待雪 今集繼續帶大家玩進塔斯曼尼亞 去果園摘士多啤梨 跟著MIRROR登上威靈頓山 撫陷河伯特市景 更可以近距離夜觀小企我回巢 一提到塔斯曼尼亞 不少人都會想起酒杯灣 今次我們就來到塔斯曼尼亞東部的酒杯灣 位於非新立國家公園入面 被稱之為全球十大美麗海灘之一 深受旅客及本地人歡迎 國家公園設不同行山步道 分為短程及長程 最長可以行程兩至三天 我們現在正在走這個 Wine Glass Bay的一個Walking Trail 我們是走最短的 應該是走一個半小時 上去最頂就可以看到 整個Wine Glass Bay的全貌 其實它有幾個不同Walking Trail 但是如果來旅行 通常都只會選最短的 因為有些是可以走五個小時 或者甚至一夜 行山步道已經鋪好石路 所以非常之好走 沿途還可以見到很多不同奇形怪狀的石頭 走到一半就可以見到Cose Bay Lookout 這裡是第一個休息站 代表來酒杯灣還有一半的距離 沿途有椅可以給大家邊走邊休息 亦都有指示牌提示大家還有多久走到 終於到達目的地 有兩個平台 大家可以在不同角度和酒杯灣打卡 海岸線呈完美胡逆 早期因為瓊魚被捏殺 令到海水染紅 由如紅酒流入水杯 所以才有酒杯灣這個名 提提大家附近沒有廁所和飲水機 所以大家出發之前最好預先準備定 走完山之後就要填飽肚 這間餐廳來酒杯灣非常之近 分為室內和室外 室外可以直觀Cose Bay 必食炸魚薯條 份量十足 還大過我的手掌 另外亦都要叫牠們的生蠔 是塔洲獨有的品種 細細粒但是非常之飽滿 值得一試 澳洲的水果非常之出名 之後就來到Iron Greek Bay 是一個果園、農莊、住宿 三合一的地方 設有摘水果體驗 不同季節都可以摘到不同的水果 而今次我們就去了摘 11月還是當做的士多啤梨 提供膠盒給大家裝著 大粒之餘還好甜 除了士多啤梨之外 一到12月1月這些車梨子的季節 大家還可以去那邊的農田摘車梨子 而農場最大的果田就是車梨子 有齊不同的品種 選對季節來就可以吃到 來到澳洲又怎可以不看企鵝呢 我們就參加了Lowhead Penguin Tour 由當地度想緣 帶大家零距離接觸企鵝 這次我們見到的小男企鵝 是體型最小的企鵝 要見到牠們回巢 首先要等到日落 牠們會慢慢在水中走入海灘 然後又入回水 確認安全之後就會一批批上岸 企鵝會在大家面前經過 再走入草叢 導賞員會一直開著黃光用作照明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太黑而看不到 圖中可以拍照 但是千萬千萬不要開閃光燈 以免嚇到牠們 最近MIRROR就去到塔斯曼尼亞拍攝團眾 作為鏡粉當然要跟著牠們去打卡 Mountain Wellington 可以說是來到塔斯曼尼亞必去景點之一 站在這裏就可以俯瞰整個荷巴德城市 就連MIRROR都想過來打卡 威寧頓山 海拔達1271米 駕車就可以直接攻頂 不用走山 沿著木橋一直走出去就可以見到美景 其實一上來是白龍龍一片 因為真的好看天氣狀況 好像我們剛剛駛上來的時候 其實只差幾百米 景色已經差很遠了 我們上到最高 反而是因為被雲層遮擋著 所以是看不到這個景色 不過山上的天氣變幻莫測 過了十分鐘 雲層竟然開始消散 開始可以見到何白特的視景 突然之間又可以看到一些景 真的很靠運氣 看看上到來是否真的會有很多雲 還是都有可能雲會被風吹走 就會見到少少 就好像現在這樣 可以在海拔千二米的山上苦陷城市 真是非常壯觀 隨便一個位都已經非常打卡了 記得要去旁邊的玻璃屋 裡面有望遠鏡 讓大家可以看到更遠的景色 下山之後記得要去獻法碼頭 以前是步驢船的漁港 現在就拍滿遊艇 成為遊客必去打卡點 旁邊還有不少餐廳 最後為大家介紹何白特的市內酒店 位於市中心、交通方便 設有泳池和健身室 早餐是自助餐的形式 它的房間空間豐闊 還有位置放行李 房間裡面已經可以見到何白特的視景 下集最後一集實施根團貼地遊 塔斯曼尼亞篇 帶大家去到沙拉曼卡州六四集陳寶 到訪生蠔和鮑魚養殖場 近距離見到塔斯曼尼亞魔鬼 和代紅 還有朝聖亞塞港文化為止 想知道更多行程推介 記得留意我們實施根團貼地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